他趴在地上装死 吸引野狗靠近 伸手握住尖刀 凶狠狠地盯着 他忍受着嘶咬 勒住野狗的脖子 扭打了半斤后 终于抓回武器 一刀划了下去 他扛着战利品 一路来到河边 坐上回家的小船 爷俩整天饥不择食 现在终于能饱餐一顿 他乖乖地站着 期待父亲的肯定 可父亲非但没有表扬他 反而发了脾气 质问他为什么 不去除野狗的内脏 常年的环境污染 已经使人类濒临末日 动物内脏中 积攒了大量毒素 如果不及时去掉 整个尸体都会被污染 看他还不理解 父亲掏出一把刀 让他把皮剥下来 或许用这张皮 还能换到一些吃的 爷俩带着狗皮 敲开了邻居的门 喊了半天 这家伙才背着猎香 小心翼翼地出来 见到东西后 将父亲让了进去 男孩觉得不放心 绕到后院悄悄观察 只见所谓的邻居 果然不怀好意 仗着有枪在手 非要说狗是自己养的 不仅不给食物 还让父亲赔偿 父亲只能低声下气 求对方给些吃的 哪怕只是两条小鱼 可对方非但蛮横 甚至出言侮辱男孩 男孩很生气 却也不敢乱动 只能等男人离开后 偷走了两枚手雷 晚上 两人依旧没有食物 男孩只能卖力 清洗着草根 勉强填饱了肚子 第二天一早 邻居就持枪找来 他一口咬定 两人偷了他的东西 为了保护儿子 父亲竟听从命令 乖乖跪了下来 任由对方将枪管 捅进自己的喉咙 男孩虽然愤怒 但还保持着理智 急忙拿了一截丑断 奉送给邻居 拿到好处后 邻居不再追究 可男孩知道 只要枪在他手里 就会面临不断的骚扰 看着他的背影 眼神中有了杀意 父亲长期吃草根 积攒了大量毒素 每到夜晚 便痛苦地呕吐不止 他知道命不久矣 不舍地看一眼睡梦中的儿子 然后拿出记事本 给儿子写了段遗言 话还没有写完 便永远地倒下了 男孩醒来后 网子里终于抓到了鱼 他难掩兴奋 他这才明白过来 脸上写满了惊慌 男孩拿出记事本 还戴上父亲的眼镜 可即便这样 依旧不认识上面的字 父亲虽然很爱写东西 却没来得及教他认字 他将父亲裹好 一把扔进狐里 做了最后的告别 他擦了擦鼻子 看不出太过悲伤 在他看来 父亲总是凶巴巴的 根本不疼爱自己 现在没了约束 他可以去任何地方 但在离开前 必须先弄死邻居 男孩拉开手雷 扔进狐里炸鱼 见半天没有反应 便又扔了一个 扶上来的不是鱼 而是一句句尸体 他麻木地看着 没有丝毫害怕 战争引发毒气爆炸 将生态彻底破坏 就连人类都已经所剩无几 如今父亲病逝 男孩举目无亲 决定离开这个鬼地方 但在走之前 必须找邻居复仇 我读现在 我不能读 这壞蛋 那时候 那时候我没有用手 不等邻居起身 又一棍狠狠砸下 然后将他倒吊着 进入满是毒素的水中 见他还在咒骂 男孩彻底怒了 摇动手柄 彻底了结了他 男孩一顿翻找 找了些用得上的东西 然后驾着小船 独自开始了闯荡 外面同样死气神尘 但对男孩来说 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找人帮自己 读一下父亲的遗言 他顺河而下 河边的树上挂满尸体 对于这种场景 早已经见怪不怪 直到搁浅 他才终于上岸 将小船拴到树上 路上杂草丛生 停满了暴飞汽车 里面连尸体都没有 他好奇地打开车门 坐进去试了试 靠在驾驶位上 勉强熬过了一晚 可再回到河边 小船已经不见 看绳子的接口 明显是人干的 他急忙端起枪 警惕地看着四周 不知走了多久 终于看到两个人 他们正忙着种菜 被发现后 男孩赶紧举起了枪 对方却提着菜 友好的请他进屋 男孩由于片刻 还是相信了他们 他没见过陌生人 根本不懂得防备 将自己的身世来历 一股脑说了出去 在他看来 对方给自己吃的 就一定是好人 吃饱之后 他拿出父亲的日记 想让对方给自己念念 对方看光了所有秘密 却一个字也不肯说 他们留下男孩 自然有别的用处 几句花言巧语 便骗走了男孩的枪 直到此时 两人才露出真面目 他们带男孩来到地窖 让他看着笼子里的女人 女人全身赤裸 吓得瑟瑟发抖 可男人就像喂狗一样 胡乱丢来吃的 男孩涉事卫生 搞不懂这是在干嘛 只知道遵循男人的要求 便能得到食物 还能知道日记里的内容 第二天一早 男孩被叫了起来 对方以读信为条件 又骗他充当苦力 像对待牲口一样 让他帮忙耕地 男孩心思单纯 卖力工作着 胖子为了留住免费劳动力 每天只读一丁点内容 想要听得更多 只能卖力地劳作 直到这天晚上 他翻看着日记本 突然想到了什么 于是拿了件衣服 找笼子里的女人帮忙 女人看了一眼 便说自己的父亲认字 只要离开这里 便能知道全部内容 男孩犹豫片刻 终于打开了笼子 男孩冲向撞探 却被按住了脑袋 对方像戏耍一样 肆无忌惮地嘲笑 胖子抄着铁销 一把将他轮在地上 狠狠踹了几脚后 死死插住他的脖子 男孩满脸通红 眼看就有窒息 好在关键时刻 女孩从背后 瞬间了结了胖子 两人驾着小船 沿着小河一路而下 女孩终于到家 兴奋地跑了过去 可打开门 竟只看到吊着的尸体 父亲等不到他 选择了上吊自杀 女孩强忍悲痛 一把火烧掉了房子和尸体 两人无处可去 只能驾着船 漫无目的地游荡 周围死气沉沉 树木都光涂涂的 他们飘了很久 终于见到处密林 两人分开寻找食物 女孩却没了踪影 她一路呼唤着去找 突然被一把雷煮 静止按倒在地上 男人一直不说话 将两个战利品 带到了废旧工厂 这里像一个基地 有很多避难的人 领头地看了一眼 叫嚣着要吃掉他们 男孩被关进铁笼 知道自己完了 最后的心愿 便是知道日记上的内容 于是叫住眼镜男 求他帮忙念念 眼镜男接过日记 却没有念给他听 而是回到房间 自顾自看了起来 里面是一个老父亲 对儿子的期许和关爱 他不仅有些动容 似乎想到了自己 这时首领赶来 命令他戴上面罩 男人乖乖照做 却突然开口 向首领揪起醒来 首领不为所动 非要杀了男孩吃肉 男人带着枪 再次来到了地牢 可他并没有杀死男孩 而是在门口坐下 给他读起了日记 日记中 父亲一直怀念 毒气爆发前的时代 将美好的事物 全都记录了下来 他不肯教儿子认字 却自己写个不停 所担心的 便是儿子产生 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知道自己对儿子很凶 但这是在末世中 必须学会的生存之道 他可以对儿子仁慈 但恶劣的环境 以及那可怕的人心 让他不得不变得严苛 男孩泪流满面 突然杀死了首领 然后用枪对准自己 结束了麻木的一生 男孩找到女孩 将他带上了小船 在这可怕的末日 继续开始了流浪 请不吝点赞 订阅